大家好,欢迎来到玄乎神乎,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太空网站上有一篇报道 标题是时间旅行的概念从何而来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值得聊聊 没错 作者说,穿越时空的梦想是既古老又普遍 但是人类对时间旅行的向往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呢 为什么这个想法会吸引清风呢 那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个话题 我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叫《回到未来》 那这部电影是1985年拍摄的 讲述了一个少年Marty 他在1985年的时候乘坐着一辆可以穿越时空的德洛林汽车 意外的被送到了30年前,也就是1955年 被困在1955年的Marty遇到了他的父母 当时他的父母还年轻 后来Marty在无意中阻止了他未来的父母相见 哎,这怎么能行呢 他的父母如果无法相见,后来怎么会有他呢 是啊 所以说这就威胁到了Marty的存在 Marty马上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他想方设法的确保他的父母会坠入爱河 那这部电影是个喜剧片,非常成功 所以后来又出来了两部续集 而且好莱坞环球影城还投资了6000万美元 设计了模拟回到未来的时间旅行冒险 我可是体验过很多次了 那真的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啊,这个曾经很受欢迎 可惜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摄影棚现在已经换成了辛普森一家了 对,电影中还提到当Marty驾驶的汽车达到了一定的速度时 就实现穿越了 但是现实生活中到底是否可行呢 这可就不得而知了 确实我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专家分析说 从纯物理学的角度来看 穿越到未来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麻省理工学院量子力学工程教授劳埃德 他就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速度前往到未来 但是回到过去还能改变它 就比较具有争议性了 既然能去到未来了 我觉得回到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已故的霍金可以说是近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了 1999年他在演讲中谈到关于空间和时间扭曲的问题 他就展示了爱因斯坦广义相顿论 是如何通过将时空弯曲 从而让时间旅行成为可能性 我记得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说霍金曾经为了时间旅行者举办了一个party 那是在2009年的时候 后来霍金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 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出现 这可就太有意思了 说明当时霍金并不认为时间旅行是可行的 不过不知道这是霍金他幽默的一个举动还是真的他在进行一个测试呢 这倒不清楚不过没有人来并不意味着时间旅行就不可能 那倒是霍金后来是相信时空旅行的可能性的 他曾经说过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 不能排除快速太空旅行和时光倒流的这种可能性 现在有关虫洞的理论似乎可以解释时空隧道的问题 简单的说虫洞就是连接宇宙遥远区域之间的时空管道 就像是个时空隧道通过虫洞可以做瞬间的空间转移 或者是做时间旅行也就是说可以进入过去或者是去到未来 我觉得对于时间旅行的概念如果不参考空间的问题 基本上无法谈论时间的问题 对时间和空间应该是属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领域 没错以色列语言学家多伊彻他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书 这个名字叫《语言的展开》 他在书中就写道我们总是以空间来谈论时间 这反映了我们以空间来思考时间的事实 也许正是因为空间和时空之间有这样的联系 所以很早以前就有关于时空穿越的记载了 没错最早记载这个时间旅行的案例 大概是出现在古印度的一部繁文史诗里 摩科普罗多这是一部古代繁文史诗 是在公元前400多年左右写的 那这部史诗中有一个关于卡库·德米国王的故事 这个国王生活在数百万年前 他想为自己的女儿物色一个好的丈夫 他就带着女儿去了天堂凡天神的家中 去听取神的建议 但是在凡天神那里 他们必须要先等待神听完一首20分钟的歌曲以后 才能向神请教 等他们回到地球上的时候 已经是过去了好几个世纪了 都说天上的时间 和地上的时间是不同的 天上方一日 地上已千年 没错 类似的记载其实很多 有一个古老的中东故事 是说有一个人 他在自己刚刚种植的一棵角豆树下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过去70多年了 还有日本有个预言故事 说一位渔夫去了海底宫殿 还爱上了一位公主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过去100年了 我就感觉不同的时间 是对应于不同的空间的 不管是睡觉的时候 还是去了海底宫殿 或许都是进入了另外的时空了 所以两边的时间不一样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 不能确定故事的真实性 但是很有意思 故事的主人公叫卡罗霍德 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 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 日子过得很平静 1969年7月25日那天 他出门去买面包 没想到这一去就没了踪影 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苦苦的等了他12年 之后他们就搬到其他地方了 而霍德也一直在警方的失踪者名单中 直到32年以后 霍德又神秘的出现了 2001年 当时霍德已经57岁了 当他回到自己的住宅时 新住户花了好几个小时 才说服他 告诉他这间房子的主人 早已不属于霍德家族了 有趣的是霍德回家时 他所穿的衣服 还是32年前离家时所穿的衣服 他的手里还拿着那天买的面包 而在他的记忆中 理查德尼克松是当时的美国总统 越战还在继续 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成功 是当时最大的新闻 那么霍德到底去了哪里 这32年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觉得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霍德他本人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对专门处理这宗案件的精神病学专家也表示 警方曾对霍德进行了多次心理测试 可以肯定霍德绝对没有说谎 霍德确实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到过哪些地方 他是如何生活的 后来霍德见到了自己的子女 他完全不敢相信 出现在他眼前的两个孩子 就是他离家时的那两个孩子 他说我错失了目睹他们成长的机会 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 真想不到出门买个面包 回来以后物是人非 32年都过去了 估计这孙子可能都有了 这世上的事真是无期不有 对呀 其实在很早以前 就有许多有关神秘失踪的故事 失踪者穿越了时光隧道以后 有的回来了 有的就一去不复返了 1968年的6月1号 在南美洲阿根廷的首都布以诺斯爱里斯郊外 两辆汽车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一辆坐着律师毕特尔夫妇 另外一辆是他的朋友戈登夫妇 他们的目的是去150公里外的卖步市 戈登夫妇的车是一路行驶在前面 等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 等了许久 也没有等到毕特尔夫妇的车 两天以后戈登夫妇只好报警 想不到就在报警之后不久 他们接到了毕特尔律师打过来的电话 原来毕特尔夫妇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据毕特尔描述 出发那天前不久 他们的车子突然被白雾笼罩 当时的时间是午夜12点10分 后来他们就昏迷过去了 醒来以后天色已经发亮 可是他们的车子仍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 奇怪的是路上的风景以及行人穿戴的服饰 都跟阿根廷不同 停车一问才知道他们已经到了墨西哥城了 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两个人的手表都停在12点10分 而实际上那天已经是6月3号了 你要知道他们是6月1号出发的 对阿根廷距离墨西哥应该有8000多公里 他们怎么会把车子从阿根廷开到了墨西哥呢 是啊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但是律师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至今也确实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不过想想我倒是可以猜个大概 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阴差阳错的进入了另外空间 然后又从另外一个时空门户中出来了 只是自己感觉不出来 我可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 什么叫可能有 有就是有 那没有就是没有 怎么还来个可能有过呢 因为我自己都说不清 大概是20年前 我的一个朋友让我帮忙送一个录影带给这个电视台 当时已经是下午1点40了 要求我一定要在2点钟之前把这个录影带送到 这样呢他们就可以赶上当天节目的播出 那从时间和距离上看 我就是开的再快 我也需要至少25分钟的时间 可是我那天只开了15分钟就到了 就是做了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 您的意思是说25分钟的路程 您15分钟就完成了 听起来确实有些离奇 有可能真的穿越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 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 我估计您也能猜到 您是说遇到外星人了 就像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给那辆车来了个时空大挪移 我认为也有这个可能 还没有看过我们那期节目的朋友 可以在本期节目的内容介绍中找到这个链接 那么到底时间旅行有没有可能呢 玄乎 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